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支付群組的環節 在電話旁邊接通了 有特民環球期貨副總裁潘志偉 Alex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今個星期相信大家對於商品的興趣和關注度大很多 因為始終中東局勢緊張 影響著油價和金價 油都升得很急的 今天回到一點點 但如果短線來說 你覺得還有沒有上升的空間 我自己覺得再升的機會都高 因為我自己相信 這個中東地緣政治事件 就沒有那麼快解決得到 尤其是其實大家都是在等著 究竟伊朗最後會有什麼行動 我們現在說的是 它不是會不會報復 基本上現在市場的共識 或者最低限我自己的預期 它一定會報復 只不過是什麼時候報復 和報復的程度會是怎樣 現在它還沒有做這件事 這樣的時間 其實理論上市場地緣政治的風險 其實仍然都會存在 市場仍然都會有一個日價 在這裏 其實都會對油價 有一個幫助 當然你看到之前已經升了很多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 由10月開始 由52元起步 升到64元 可能有少少超賣的情況 也都看到伊朗暫時還沒有動 那會不會是高位鎖定利潤 有少少令到油價調整 那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看 其實整件事應該是沒有過去 也有很大機會 會令到中東那邊原油的供應 其實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其實現在都看到伊朗 都有很多的損項可以做 包括封鎖 包括火爾木斯海峽 亦都有機會攻擊沙地 或者其他地方的石油設施 或者一些未溫的基地 其實這些都會令到原油的供應 可能會有一個減少 又或者地緣的政治局勢 會有所升溫 所以這方面 對油價的幫助是非常之大 其實你看回電視的畫面 幾百萬人去送別伊朗的一個國家英雄 其實伊朗政府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群眾的壓力 它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真的未完 所以如果你說從一個部署上去看的話 其實我們會留意 例如紐約旗游來計算 例如下去大概是 61.8附近這些位置 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支持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再去買回去 其實我覺得那個直播率都挺大的 如果你運動我初步的目標 或者是一個最低限度的一個升幅的話 我自己覺得 例如看回去年的高位 即66.6附近這些水平 我覺得是個可能性都高的 也很可能會是 可能未來幾天 你看到伊朗有一些行動的話 就有機會向上爆 所以我想 在油價來說 都應該是二升難跌的格局為主 如果你說趁著 今天的一些調整的話 在低位置買回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直播率是挺高的 是呀 關於他們局勢緊張的消息 都不是只天天有 差不多每個小時都有 有時就說已經進入了戒備狀態 或者雙方都已經找了一些據點出來 即是說要報復 或者要啟動一些軍事行動 似乎是很容易就做到一觸即發的 不過當然 大家又不希望見到這些最惡劣的場面 或者一些比較上戰事出現 大家都不想的 不過可能投資機會方面 大家就可以抓緊一點 謝謝Alex今早的分析 不過提回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 這一個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 或者是推介 做所有投資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關風險